拜员讲超屡禁不止 那个神秘的上限是谁 黑话和暗语如何破译 武经厂内隐藏着什么机密 500多民警系统作战 甲壁大案能否水落石出 武经厂暗语 片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上 从2015年3月开始 广东省公安厅竞争局 联合接阳 汕尾 惠州 深圳等地的公安机关 获获多起贩卖假币的案件 缴获假币数百万个 可是抓到的犯罪嫌疑人 都是中间人或者下线 对假币的来源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 下线的他就认为 他的假币是从另外一个人买来的 也能赚买给别人 所以我们没有轻拔到 紧紧的生产者 没有这个姓名 我们后来才通过其他方式去排查他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东西 就最后排除了他是姓周的一个人 可是惠州警方当时不掌握卓某的任何信息 在过往涉足假币的人中 也没有一个姓卓的人 那么卓某究竟是什么人 卓姓是他本来的姓氏 还是化运的 惠州人是上山假币的老板 因为当时现实犯了 他们买买假币的都在是很隐蔽的小段 而且反制的小段非常强 一找到基本上的断线 警方在调查中了解到 由于打击严厉 假币市场货源严重紧需 每张面质百元的假币 最贵的时候可以到14块钱 三块钱真币买100块钱假币的价格上行到 14块钱真币买100块钱假币 也就是说比年代的价钱贴心的14块钱 此后假币从市场上消失了一段时间 可是四个月后又出现了 而且卓某也暴露了一点痕迹 在七月五日 善未警方破获了一起贩卖毒品案中 犯罪嫌疑人共认 卖家卓某找不到假币货源 以至最终改变计划 勾进一批冰毒 既倒卖假币又涉足毒品 卓某究竟是干什么的 这两个卓某是同一个人 一个多月后 8月28日 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卓某又出现 审厅转来的一个线索 就说居称善未那边 有一种假币交易 然后呢有几名河南籍的男子 就是他们 我们是通过后台的语音 听到说称呼这个买下为河南了 广东省公安厅 委派贵州民警 协助善未警方侦破此案 为了摸清假币的源头 他们耐心地监控着局面 当买方拿到货之后再出手 确保物证存在 最后呢 发现他们应该是交易成功了 为什么这么判断呢 因为这几名男子 驾驶车辆在一个加油站 加油站呢 跟几名应该是善为本地的男子 应该是完成了交易之后 就上了高速 为了不惊动善未方面 可能存在的上限 惠州警方的方案是 当犯罪嫌疑人离开善未 到达惠州境内再试试抓捕 犯罪嫌疑人的车辆 毫无防备地进入惠州境内 其实在他前后 早有惠州警方的车辆 在秘密跟踪 然后我们在高速路上呢 应该是前后两辆车啊 对这辆车就进行 来回的交叉跟踪 抓捕行动非常努力 而且非常神速 不仅控制了犯罪嫌疑人 而且要求他按照侦察员的说法 给上线打电话 现场也是在那个目标车辆里面 收出了50万 面额50万的百元的 这个假币 对这个嫌疑人控制了之后 立马控制了他们的手机 然后呢 也要求 嫌疑人 其中为首的这个嫌疑人啊 也是给这个 他们能不能买货的 买货的这个上家 报个平安 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们的上线也姓卓 只知道他是深圳人 警方怀疑 捉摸背后还有大力 对他之监控不刮 综合善委 惠州 深圳警方提供的消息 广东省公安厅认定 多次出现的 这个卓姓男子 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原本姓朱 50多岁 由于在下线的口中 传来传去 带了一些方言口音 传成了卓 生意场上的朋友 就称他为卓哥 他住在深圳 经济条件比较好 但是没有固定的职业 就平时的那个开销 还是蛮大的 因为你平时没做事 没有固定的输入 那这个平时的开销 是从哪里来的 那也是值得我们一起怀疑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朱某常常来惠州 除了约朋友喝茶 吃饭之外 就是四处开车瞎转 也没再发生假币交易 常常与他见面的是 李某 林某和蔡某 他们有事谈到很晚 各处看厂房 像是准备干一件大事 应该是说要做一笔生意 但是做什么顺利 我们就给几件事 去排查他的一个可能性 不等民警有什么发现 朱某又开车回深圳了 在深圳也只是见朋友 喝茶 吃饭 李某和蔡某也经常出现 他们似乎确定了一个成熟的计划 又好像拿不定主意 有一次 朱某还被李某带到一个庙里 烧向拜神 祈求神灵的指点 他们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龟龟碎碎碎的神秘男子 为什么在两个城市之间 游走不定 暗语破终 悬疑从生 一个惊天阴谋 能否得逞 武经唱暗语 天文暗幕正在播出 从2015年3月开始 连续破获的假币案 惠州警方发现 朱某是这些假币案的上限 可是他的假币是从哪里来的 他背后是否还有人掌握着 更多假币的资源 侦察员带着这些疑问 对他继续跟随 发现他经常往来与惠州 深圳等地 与李某 蔡某经常 见面 似乎在筹划一件大事 举气不定的时候 就一起去求神问道 一开始他在深圳 选了一个地方 选了一个地方 其中有个主要犯罪行人 姓李的这个人 也是老板之一 他去回老家 应该算卦 算卦问深圳那个点 好不好 败行人问行人问在行政上上 好不好 安不安全 原来他答到的回答呢 行政上上不安全 不能跟他行政上上 我又通过找大实习算了之后 切离这个惠州这个点 好 就开始下一步的那个计划 在所谓神仙的指导下 朱某和他的几个同伙 终于选定惠州 作为他们的工作地 9月5日这一天 他们来到惠州市的小金镇 水尾村 在新仪武金厂周围 观察了很长时间 并且与该厂的老板谢某 接了头 谈话和神秘 使用的都是一些暗语 他们口中的车和布究竟是什么 难道他们是要生产布品 不像 因为他们选择的事物金镇 后来经过省公安厅经侦局判断 他们所说的车和布 指的是两些特殊的原材料 用于生产一种特殊的商品 布里就生产那个甲壁的紫杀 他们口中的车 即使说的是一刷鸡 纸即使指的是布 破译了这些暗语 侦察员终于判定 他们正在谋划的事情 极有可能是硬之间 在此后的侦察中 他们的暗语也被一句句破译 阴谋也被一点点揭开 胶板它是叫衣服 衣服准备好没有 衣服有没有拿过来 那个气泵啊 他们就叫风机 然后那个切子机就叫剪刀 印刷工人他就叫司机 印刷工人有没有进气窝点 有没有开工 就司机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上班 如果没有情况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通过电话 口中就说没有下雨 来 全面 根据这些暗语套路的信息 结合其他途径过去的情报 贵州市公安局终于弄进了 周某一伙人的真正物理 他们是想赶在2015年11月12日 中国人民银行向社会发布新币之前 利用手中2005版的假币交板 印制一批百元面值的假币投向市场 新币出版以后呢 因为他会逐渐去淘汰这些05版的这个 100元大钞 因为国家已经不再印制这些05版的百元钞票了 那你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去印制这些百元钞 那大家会就对这些钞票的这种敏感度会更加强 而且识别度也会更加高 为了与新币的发行抢时间 抢市场 朱某一伙人加快进入 朱某是这个行当的老手 2005版人民币的交板就是他存下来的 多次逃脱警方的追踪 在筹备过程中 他们高度警戒 具备非常强的反侦查医师 他开的时候呢 他不会说直接是点对点 直线最短距离这样去 而是说就绕远路 跟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的时速也是一下快一下慢 如果说你要跟上他的速度 那么或者跟上他的轨迹 这样的话就我们 我们这个行动轨迹也会很特殊很显眼 所以我们在警察中 我们警惕很强 很小心 也就是说同一步前 我们不可能同时是任在现场 朱某的几个同伙 多次出没于新一步金场 侦查员也多次跟踪到这个地方 可是为了避免被对方察觉 他们一直没能深入到新一步金场内 只是从厂门前经过 我们也从不停留 怕引起怀疑 都是经过的时候 大概一两秒钟 观察一下他这个厂里面的情况 还有他这个厂门口周边 这些情况是否有摄像头 是否有人望风看哨之类的 新一步金场所在的区域属于城乡结合部 在惠城区和博洛县交界处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 南宇直接进入 侦查员在周围 找到了一个17层楼的制高点 每天24小时俯视着监控 应该是从这个村口进去 大概200米左右吧 这个是五金场 一边是工厂 另外一边是小河 还有一边就是大陆 五金场的门口 本来就安装了探头 朱某与该工厂的老板接触着之后 又增派了保安 天天守在门口 无关人员一律不让进入 在寻找长者的同时 侦查员还发现 朱某多次与一个邓姓男子接触 邓某是重庆人 有钱科 刚刚出狱不久 是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印刷工人 莫非邓某是朱某请来的印刷工人 侦查员马上把邓某 立为重点侦查对象 果然邓某不断地打电话 约请重庆了一些同伙 说是又大声的演作 先后联系过十几个人 最后答应加盟的有八人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朱某一伙要创造历史 多台机器硬着脚壁 广东省公安田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起对摸空前的假避案 联合惠州警方 迅速成立专案组 加强警力 对武经厂全面悟空 警方盯住集装箱货车 他将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 夜色中民警出境武经厂 厂房为什么空无一人 武经厂暗日 天防栏目正在莫出 经过不断侦查 惠州精神陣队确定 朱某选定了谢某的武经厂作为生产特金 朱某围绕这个武经厂不断调兵潜降 四处寻找懂得印刷技术的工人 他在全国查询质量最好的印刷机 不惜高价购买 9月6日侦查员得到情报 朱某从深圳购买了两台印刷机 用集装箱货车运往惠州 汇州警方马上对所有进入惠州的集装箱货车进行监控 通过指挥中心的监控视频 每一辆进入惠州的车辆都逃不过警方的世界 根据我们的卡口的那个相片 判断是哪辆哪辆货车 最后呢根据这个车型还有颜色 我们再结合我们的观察哨 判断的是否在这个大概的时间点有车辆进出 通过我们的视频卡口 发现一辆从深圳过来的一辆大货车 进入了那个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侦查员发现一辆红色的集装箱 把两台印刷机运进了新衣武金厂 此后又有运送纸张和油墨的货车进入 似乎所有的原料都起飞 可这是意外出现 侦查员发现 朱某经常从新衣武金厂出去 开车到重坎镇 好像又在寻找别的厂房 难道他们发现被跟踪呢 还是想再增加一个厂房 我们一开始以为它是做一个备选的一个方案 但后来发现又有机器过来了 那就我们就判断它是同时启用了两个印制甲壁的摩点 根据侦查员的观察 9月10日 两台同样的印刷机被运进了重坎镇的城区 最后其他原材料也陆续运动 莫非他们要两地同时开工 这些两个点 一个小金 一个重坎 我们会觉得 第一个点就是小金 小金点它是先进两台机器 再上上 大家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 我们警察从中发现 在第二个点 又进了两台机器 又再次准备上上夹 经过严密侦查 贵州警方获取了准确的消息 他们一共勾进了十吨值 进了八个印刷工人 四台机器 打算同时开印 一个星期完工 子里面它总共进了四吨值 四吨值呢 其中在A点 也就是小金那点 有三吨值 另外四吨值呢 在B点 也就是中坎那个点 为了及时把假币销售出去 他们在选择长址 和购买设备的同时 已经接签好了销售渠动 有些等米下锅的假币商家 甚至提前挡了预付 前面那个车 还有销路啊 等一下 他们都有的了 事先事先他们就 大家有个圈圈 有个圈子的这样的 他要请谁就通过 中间里来就请 他是有销售其道 就是说有人需要 他才会去生产 就是等于已经有人订货的 就是一旦他们 把这个假币生产出来之后 他很快就能够脱缩 此后的几天里 两地的工厂 都变得一场的安静 警方判断 印刷机 纸张 胶板 油墨和技术源 已经全部到备 他们正在做开机前 最后的准备工作 警方除了控制这两个工厂外 还对与之相关的 所有人员和渠道 进行了过控 收网的时间就要到了 我们的基本是 一忙打起 一窝打 不跟技术工人 还有老板 我们成不休 还有后台的老板 老板之中的老板 我们也要休 我们首先控制的是一个窝点 窝点 保障这个窝点 有它的假币成品 另外一个点 保证这个老板 不能逃跑 我们外围的一些人员 销售这一块 我们也要同时把它 转控 能够尽量地能够抓到 想一网打进并非一时 因为出两个工厂外 还涉及到多个面条 多个人员 分散在多个城市 煮饭都非常狡猾 很少待在工厂里 周姆是在深圳 因为当天她白天还在惠州的 当天她回到深圳 惠州到深圳也就是一过钟头左右的 她一关白天就到惠州来 组织上山甲病 晚上12点钟 1点钟左右的时候 就附在她深圳的家里 广东省公安厅牵头 调动了惠州 深圳 接阳 汕尾等地 各警众500多名民警 进行了严密的分工 并在时间上 做出统一的要求 我们准备在9月40号临行 5点钟休忙的时候 那天晚上 我们派出电话 18个工作组 分部新政广州 接阳三百市场 5点钟一休忙 分别是水上路上 还有每个点 每个门 距离到每个组的分工 每个人的分工 都有 都很明确 行动的重点 当然是辽口工厂 尤其是新衣武金厂 它是对方的龙头 警方做了多个预案 准备对付 新衣武金厂门口的保安 可是没想到 一个人 但是那天没想到 那忘风那家伙 偷偷跑出去 去玩 没有忘风 所以我们一冲到现场 很顺利 民警冲进厂房 可是里面是个空空的车间 除了乱堆的一些物品外 根本看不到 有什么印刷机之类的东西 当时 首先我是非常紧张 我是带队的 因为我们 一百多个警力冲进去 整个厂到处去吵 吵不到 全部是镜上 上上的一个 小匹在那里 小心点 电脑打开 先找人 发现里面都是空的 没有东西 也只有一些纸皮 也没有一个人 没有发现到过年 当时我们以为 我们的警察有故事 窝点不在这里 以为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是很紧张 难道是信息有误 音质甲壁的窝点不在这里 还是他们早有察觉 把机器设备 全都提前转移了 四台印刷机 十均印钞制 七多奖励 能否出网 五百多民警 协同作战 派人听闻的假地案 就要水落石出 武经厂暗日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九月十七日 凌晨无底出动 惠州公安局全员出动 按照计划 对朱某为首的 甲壁印制团伙 收网 仅吸引武经厂这一个店 他们就部署了一百多人 本是一次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的围酒计划 可是民警冲进武经厂后 却发现空空如也 不见人眼 这时民警突然想起 一次侦查时 获取的消息 尤其是他们有次去饭店 吃饭的时候 他会说到 到一楼办公室 会把东西拿到二楼 有这些言语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这个窝点 应该是在二楼 可是民警冲上二楼之后 仍然没有看见电刷机 难道教化的朱某一伙人 是用了障眼的方 骗过了侦查人的眼睛 印制甲壁的工厂 另有所在 我们上了楼之后 发现里面都是空的 没有东西 也只有一些纸皮 也没有一个人 民警坚信他们的叛乱 印制甲壁的窝点 就在二楼 他们开始耐心地旋转 发现了那个 那个保险柜 他们有一种 有一时光亮出来 有一时光透露出来 我们一翻开 那个柜子之后 就发现一种 矮矮的小门 那个门就发现 我们的那个柜点 所在机器所在的地方 我们就不安排 把柜子冲进去 发现它四个技术员 完全没有发现我们 他们还静在身上 把那个扯守不及 让人不解的是 那么大的机器 不可能通过 这么小一个门搬进去 那么他们是如何 把机器弄到二楼上去的 选到这个地方之后 开了一个很大的洞 再把机器通过调机 把它调上二楼 再把那个洞封住 那些正在印制假臂的 技术人员 根本没有任何防备 就束手就擒了 难道他们没有听见 民警冲进工厂的声音 民警认真查看了环境 发现二楼的车间 完全是用隔音材料 逆风起 这些材料本来是为了 不暴露机器运转的声音 和油墨的气氛 可是没想到 外面的声音 也被隔断了 他们完全沉浸在 印制假臂的工序里 做着发财梦 警察却突然出现 与此同时 石沟公里外的 中海镇的战斗 同样戒热 工厂的大门被打开了 一刷工人全部落榜 不久 抓捕李某 蔡某和朱某的队伍 也纷纷传来好消息 我们的车就赶住他 赶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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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边 是往那边 我们的民警 就这么砸起来 老板老板 他这安全线 做着很厉害 这次行动 捣毁两个印制假臂窝点 查获四台印刷机 和大批印制假臂的原材料 抓获朱某 李某 谢某等 参与印制假臂的股东 技术工人 和销售人员 共二十九名 最大的成就在于 阻止了数亿元假臂 进入市场 我们现场找到 生产假臂的 半成品 有二点一个亿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点我们还 查到有 赤灯那个 准备上上假臂的 有这个赤灯子 如果上上出来 它可以上上到 五个亿的假臂 这么多的假臂 万一真的投入市场 其危害有多大 可想而知 这明明是犯罪 要坐牢的 为什么朱某一伙人 还会铤而走险呢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假臂的暴币 就是想赚多一点 墙来做重当生亿吗 我们算来算 我点个一个亿 精进上升出来 它可以占到 两千多万的金币 那吃灯子 如果他们能够 顺利上升 消息出去的话 那可能他们可以 总共赚到 接近个一点金币 而他们印制 使敦印钞制 所有的成本 加起来不到三百万元 就印钱 印钱的利润是最高的 你都骗着 我百分之二十五吧 老马上招的兵就百分之二十五 产党就百分之二十 就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三十五 这个老林 就百分之十五 就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我们连到的 就百分之五十 在投资和股权确定之后 朱某开出了 很好的条件 还让邓某做技术总监 由他联络 其他的印刷工人 当时着急用钱的邓某 决定赌一把 开始替朱某 张罗印制假币的技术人员 并且抬高了朱某的报价 大概就是二十多 一顿子就这样 就是慢慢地想他要钱 比如说开始七十多 最后要到八十 八十 我说这个没人下来 他就九十 九十也行 那这样就弹成了 邓某最终以每吨印钞值 三十万元的承贸价格 接下来这段生意 计划一个星期就完美了 拿到九十万就走人 没想到 干到第四天 就被抓了个现行 本来牢牢是打工的 基本上可以养家 慢慢地可以把账还掉 原来这样关进来了 老婆一棍在外面 她的日子比我还难过 贵州价币案是建国以来 单笔缴获价币面额最多的案件 也是抓捕制售价币人员最多的案件 甲币做得再逼真 也一定是假的 一定能够鉴别出来 只要人们提高警惕 学习和掌握一点鉴别知识 在日常生活中 养成对钱币进行真伪鉴别的习惯 甲币就不会有市场 因此甲币的行为将不复存在 金融环境就会是清澈明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廖辉才 男1974年11月9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宾阳县宾州镇 顾名村委会 下宅村五队162号 身份证号码452123 197411091339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变性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即使拨打110报警 光天化日 三只手频频出招 高处抓拍 侦察员隐蔽取证 收网在即 贼搭档突然出场 耐心挡后 二人组丑态毕落 铁搭档现行计 天望栏目 近期播出 时间时间应该有关线索 千万 Drummond 2.1 感谢观看